你家里面有这个面包机嘛 这几年非常流行 价钱不便宜 从三千元到一万元左右 那么萧姬慧抽检了市面上的面包机 发现呢 它的不合格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主要不合格包括它的电压 还有电源的规格等等 其中包括了日本的大厂 但是业者有话要说 业者表示呢 在当初进口的时候呢 这项其实是免检验的 但现在却说不合格 让他们也一头雾水 标警局抽查 市面上却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的面包机 通通不合格 被点名的四台面包机 像是这一款欧美品牌 外观是铁具的 使用到一半很有可能会漏电 而另外两款则是插头少了 接地线不够安全 而日本大厂面包机 不仅没有接地线 地缘线也只有一层漏电机会高 甚至还有面包机业者 仿冒标警局安全贴纸 欺骗消费者 冒用了我们的合格证 上面贴了一个 我们标准检验局的 商品验证登陆的一个检验和个标示 针对这个部分依请 所谓的司法单位去做调查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单位会做检验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说 现在这一款 它是检验商品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检验的标准 在哪里 厌手大声喊言 因为当初在引进进口面包机时 经济部标检局把电线部分 设为免检验项目 现在却私下验出有问题 要求限期回收改善 让他们一头雾水 销机会罚货不罚 前后不一 但要是买到漏地面包机 爆炸发生危险 到头来受害的 还是无辜的消费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报道